混账 吃饱了把你们撑的 请调辞职 让皇上一个人唱独角戏吗 好 请调辞职赵准 你们三个给我到玉扇 烧锅洗碗去 来人哪 行 曹大连 皇上 这三个也是求好心切 虽然说语法不对 但是心里还是爱戴皇上 才会如此的嘛 是真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万岁爷 是真的 万岁爷 真的 快起来忙活事吧 渣渣 谢皇上 谢皇上 这件事谁拿的主意 谁的操吃 是奴才 不 是我 万岁爷 我们敬重皇上 喜欢皇上 我们受不得这么大的冤屈啊 万岁爷 进宫行刺 您做梦 也不该梦到我们三个 倒也是一句话 连曹大人也不是好人 臣 做梦还管这个那个的 在梦里啊 曹大人还说他是硬棒锤 要打我呢 哎呦 死罪 死罪啊 死罪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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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就过去了 这几天江南制造送来的金绣 有合适的 我一人给你们一件 谢皇上 谢皇上 启奏皇上 江南六百里快递刚才到达 程温尚说 制造府为公筑圣寿制造的刺绣金品 启奏皇上 请问 江南制造曹家李家纵横江南六七十年 自从先皇适中问罪抄家之后 你有听到关于曹家李家的消息吗 这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皇上 曹家有个后代叫 叫曹雪芹吧 曹雪芹 他躲在金城附近的海淀 就在晋门那边的一个农村里面 在偷偷地写曹家的事 还有宁国府跟荣国府的事 写小说 不入酒流 皆谈项羽 倒听途说而已嘛 不 不 他书上写了一张单子 单子上 我记得 除了粮食牲口 还有一个电农送给他的礼物 你看看 大鹿三十只 张子五十只 袍子五十只 鲜楼猪二十个 汤猪二十个 野猪二十个 蜡猪二十个 野羊二十个 青羊二十个 汤羊二十个 封羊二十个 熊黄鱼两百个 野鸡野猫各两百队 熊长二十队 外门下孝敬曹家孩子 卧鹿两队 锦鸡四队 西洋鸭两队 这江南织造干得过啊 这张单子我想印发下去 印发 印发好吗 好啊 让那些贪官污吏 有所警惕 不要贪恨了 贪恨了 要杀头 要抄家的 皇上圣采 皇上圣采 秦妃尝到你家吗 秦舅 只是赏花散心而已 说些什么 秦主人说 一行不慎 语言冒犯了皇上 懊恼不已啊 可是 这都因为新臣所戏 不由自主啊 他新臣戏在哪里 这 这 臣不敢妄言 戏在剪刀上 戏在金绣上吗 拜杭山 拜天高 不在云里 瞧不着 请河南 要正好 不如先天才算了 门河东 别失心 站在山头看云堤 顺得了 好好骑 快去鼠八把路迷 山里头不停地 太朗鼓报大龙鹰 有害子在露林 还贵还到台湖儿地 好奇了 我等的就是这一趟 我要的就是这一趟 九爷 咱们这次真的豁出去了 这是什么话 好 小全 那你手上带着 我去 我一个人去 一样把他给弄回来 师爷 就成全九爷一片心吧 这吴针绣仿的金吴针 怎么个造化呢 九爷 下山不下山小事一桩 不过您这热乎劲 我可得把话说的前头 您跟那种女人不配 我没说过是一对啊 只是我答应过 要替金吴针找个绣品 供他参考参考 话是不错了 您我大字不是几个 就连名字都写不出来 舅爷 您跟金吴针那种女人啊 不 不配 我不这么想 男人跟女人 哪有配不配的 总得上了再说 不是非得吟诗画画 不是字的男女 还不是一样 王八看绿豆 照样来劲吗 好 咱们下山 九爷 身为师爷的我 该说的话我要说 汉文的大清律 是士祖顺自三年五月定成的 满文的大清律 是顺自十三年定成的 师爷啊 在这当口您说这些 我还以为您有什么好点子呢 九爷 师爷 你听我说吗 我打打杀杀这么些年了 山寨里养活老的 拉巴小的 我自己从来不存一块钱 不买一片瓦 不治一分田的 但不要紧 连个女人都没有 我不能老是偷偷摸摸的 跟着小泉去逛半眼门子 到了北京逛白屋子 什么胡同什么胡同的 遇上了金无珍 这个女人 叫我动了心了 把她捷到山寨是巧了 我跟她面对面地在小屋里 你们问小官 我动过金无珍一根汉堡没有 我要是碰她的话 她跑得了吗 我还得正里巴精的 把她给取来 哪个忘妈的才知道 我有了这个鬼念头 她只要想要的东西 我能拿到的 我一定会拿来给她的 别说是金绣 就是黄杠 就算她要个万岁爷 乾隆 我都会把她给弄来的 连累了你们 是把你们当了自己呀 九爷 九爷 张燃知道的人马 已经到了五一柳山下了 九爷 当了自己当自己吧 人马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到齐了 走 是 走 走 把东西给我留下 告诉你 这些东西都是宫里的 宫的 我还抹的呢 我全要了 上 走 穷枯莫追啊 是 谁是穷枯啊 好 把东西搬回去 走 走 这 这怎么办呢 这 曹大人 您得想个办法 我怎么交差呀 是 是 土匪抢了嘛 又不是我们自己押韵 是啊 爹 地方不尽 是曹天的责任啊 皇上哪会听这些呢 这又不是平常的东西 这是圣寿特用的金绣啊 我 我是皇上责承办这件事的 好 曹大人 您是皇上身边的人哪 是啊 曹伯伯 想去了 没有了 那 总是叫面饼圣上的 似乎有一个办法 烧事弥补 在面圣的时候 不至于无言对答 什么 曹大人 您快说呀 人都急死了 京城有个无针绣方 听说绣品出色 无训相难 我们认识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宫里的嫔妃 很多人都私下 用无针绣方的精品 怎么样 我们用无针绣方的绣品 抵挡一阵吗 这是个不得已的办法呀 这我能办得到 办得到 清准就跟他们有来往 是啊 可是得事先言明 不然是欺君哪 我们去一趟无针绣方 我也去 这玩意儿好在哪儿啊 我看不出来 这我也看不出来呀 这些东西送到京里面去 给金无针 她会喜欢吗 喜欢 一定喜欢 你怎么知道 她就算不喜欢这些东西 也一定喜欢九爷这份心意啊 这哪弄来的嘛 小瓜 你长大了 九爷 这哪有什么长大不长大的嘛 来来来 先拿一件 看看还有什么喜欢的 再挑 我才不要 不要 为什么 九爷您那么难弄来的 小瓜不要分一件 每件都拿去才是心意啊 少一件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多 没关系的嘛 少一件就不完全了呀 小瓜 你对金无针也这么好吗 因为九爷对她好嘛 将来有机会 要是金无针跟了我 你就去跟她 到无针绣方去学个手艺啊 不要 不要 多少聪明才女像去还去不了呢 你为什么不要呢 那长大之后你想做什么 就在太行山里哟 做土匪啊 做什么都可以 伺候九爷 要是九爷娶了九娘 就伺候你们两个 九娘 九娘 我第一回听人这么说呢 小瓜 金无针会来给你做九娘吗 九爷碰巧把她给抓了来 根本就不应该放她走 还叫人去保着走 小瓜 你不懂啊 金无针那种女人 瞒不得的 全家里的婶婶姥姥姥姥 还有姑娘们都说了 她们说什么 都说啊 九爷不知道转了哪根筋 我也不知道 你看金无针 她是不是很讨人喜欢啊 情人眼里出西施 九爷 九爷 你先别乐嘛 究竟咱们三个到京城 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东西都抢到手了 我啊 恨不得马上把这些东西 去送给金无针呢 九爷 就我们三个 那要先通知北京方面人马 先打个招呼啊 好 师爷 那你把山里的事交代一下 好 九爷 你们去 我也要去 你 我给九爷去找那趟狗皮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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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